少年选手也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了逃跑 接下来我们看的是第一轮的另外一组选手 上方是大迷虎 下方的话是修罗神 哎呀这两位选手的名字我从来没有见过呀 那从未见过 这是两位新兴战队吗 还是改了名的战队呀 实在不得而知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 由于名字和特征全部变了 所以我是完全不认识这两位选手的 好大迷虎使用的是一勾人两敏人的选择 非常不错 这种选择意味着这场比赛会非常的快 节奏会比上一把快很多 哎我们发现下方选手居然也有中拳 那如果这样的话 难道下方也是两敏一勾人的组合 如果这样的话 双方啊都打法上都会比较快节奏 功能出手 哇这波飞的非常厉害 可是下方的选手的功能却没有出手 或者说他难道不是功能吗 换出新的宠物 至少他用的是中拳 所以他是功能的可能性很大 被打了一下400多鞋 又被射了一件600多鞋 对下方选手来说有点危险 而他这个选择了套了双重精灵啊 没有选择出手 难道这个真的不是功能吗 应该不会啊 应该就是功能 可是功能为什么放弃机会 攻击的机会来对自新 自己进行一个补给呢 我觉得这也有点吃亏啊 但是下方上方选手也有个危险 就是他的功能其实被混乱了 会不会打自己 放了个地鼠箱 如果打自己的话 那可就惨了 我之前看见过一回合啊 功能直接射自己 把自己的人物给射飞了的 嗯 哇 这波是催枯拉朽 非常的凶悍啊 下方选手看来有一点吃力了 而他最大的问题在于 他的功能是没有出手 一回合都没有 完全没有出手过 这个又是被混乱 又是被麻痹 控制的非常惨 好在下方选手的控场能力 还是非常强大的 他在短时间内 立即把所有的宠物全部放出 现在只要抬一抬人物的血 就可以回归最佳状态 非常厉害 在关键时刻 还是给对方构成了很大的压力啊